身为一个优秀的召唤师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 就比如这个 三雪的召唤针 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我 让我心里暗自发誓 一定要报仇 你自己约他没杀掉 还容易要杀人家 然后我的队友就看不下去 也过来帮我 三个抓一个 这要是还杀不掉 岂不是辜负了队友的一番美意 回到线上 先利用龙兵A出四下被动 二技能划过他的身侧 给他造成一个减速 再带着被动使用 一技能打出一套完美连招 对面直接落荒而逃 边追边到CD CD好了 二技能跟上飞龙在天 落地一个如来神爪 再使出一套段子绝身剑 让他死透之后再潇洒离去 这真不当人呢 尊草是一个优秀的召唤师 必备的精 看见没优秀的人 总会有人跟随 河里有个连坡 这谁能想到 真的 还有那个 小秋别 鬼 是一个后期很强的影 所以说前半场看着挺混是正常的 因为后期才是他的发力 就比如说这一波成功的收掉了对面两个 队友收不掉的人头 然后就赢了 这还不叫混 所以说我们换一局啊 这局兑现的是敏玥 又是被压制的一局啊 这里成功的躲掉了敏玥的二技能 但是 我就在塔下清了个兵 直接参选 你看这多夸张 但是这个敏玥犯了个大气 就是在有防御他保护机制的情况下 我有大招的情况下 还约他过来打我 这不是傻吗 嗯 你上去不也这样的吗 之后呢我们队就发起了投降 看着这仅有四格的投票按钮 我知道这局他不寻常 枕头把这事做一做 这是个推塔游戏 不解释 很快啊 马可就来抓我了 直接回头揍他 A两下飞龙再贴 如来生长 换一个就不亏好 还有你们看这个诸葛 为了不让他的大招打到我 还专门躲一下 多贴心 你们看 既然如此我也让你一下 边使用一技能 边往前移 故意让他躲掉我 远近于此 大家两步相亲 上路推完转头去推下路 本来我还想继续推 但是 老家伙再推家都没了 直接回程 二技能接大招 直接往对面后排身上冲 二技能蹭倒人 会给这个敌人造成减速 再使用一技能边控制边打伤害 是诸葛跑不掉的 二技能接段子绝孙剑 直接拿下 两点击破 这波手下来了 那下一波又来了 这一次更凶险 我方全部阵亡 但是不用慌 因为证明这英雄强度的时候 也终于到了 所以 看好了 这一波会很帅 拿下四杀之后 局势直接逆转 我再接再厉 推掉了对面的高地 对面抓紧回防 我反手一个大招 追上拿下了对面的马 甚至接着铭刀又带走了对面的针区 一个人换掉了对面的高地 还带走了对面的两个人 事不可倒 也是成功的带领着队友拿下了 也是成功的带领着队友拿下了